四传八中一个男子身负债务便打起了自己单位的主意 精心筹划近一个月 网购电视剧里同款的刺客夜行一 半夜进入公司办公室盗取18000元现金 自以为伪装毫无破绽 结果还是被公安机关查获 目前犯店嫌疑人张某被刑事拘留